我尤其是這一次很感謝老師競技女的態度 能夠讓我有機會24小時這樣留著老師的時間幾乎是重疊的 就像老師我一直講到的我們在傳說中的學什麼 是學成功人的想法和成功人的行為模式 我真的感覺到在那以前聽課的時候我很羨慕娜娜 我說怎麼娜娜講話每句話都是老師的話 她怎麼我想不到的她講到都能夠講出來 那當我經濟地跟著老師的時候我才知道娜娜的成功不是她的成功 不是她的優秀她的成功 而是由老師手把手的訓練的成功 就像韓姐講到的那個王楠世界乒乓球怪經 教她女兒打乒乓球 就拿手這樣拿著她女兒的手 或者她一點一點的打 那麼武士的小孩不知道怎麼回事 可是媽媽世界怪經就知道她怎麼培養孩子 我們今天在老師生 不是這樣嗎 從懵懵彤彤不知道老師來到老師身邊 老師手把手把我們訓練成事件冠軍 等於我都已經知道了 這是老師講到的 我不知不覺已經長大了 不知不覺我已經提升了 所以真的今天走進老師身邊 是人人可以成功 人人可以成功 只要我願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 只要我願意把我的態度做到 讓老師有靈感 願意把時間花在我身上 沒有一個人不能成功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老師 願意把時間給到我 也願意給我在老師身邊 有這樣經濟地學習的機會 我會很珍惜 我也會成為老師這樣的人 去助人 不斷的助人 今天在阿里賺多少錢 我已經拋到一點點 可是我要向老師想 不斷不斷的去幫助 所有渴望成功的人 我要把老師的精神 老師這份理念學到 我今天學到的 就是老師一再的 那比教學 我現在講 我也很想要教我的伙伴 但是我為什麼培養不出 非常棒的領導人來的 是因為我不會拆招解招 也是因為我不會抓住一個案例 然後能案例分析 講透了 就舉實例講案例 然後在實時的時候 再把觀念倒進家裡 在什麼時候講哪個故事 哇今天老師手把手這樣教我 我再負你再負你 我反覆聽錄音 然後的話我還不行嗎 我反覆反覆的去 我還不行嗎 就像我會講到 我剛剛來到老師身邊 我確實不知道 老師起來我跑去查點 然後老師要講話 我又跑去公司房間 當時我就想說 哇老師出來了 趁著老師沒在房間 我趕快打掃 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幹嘛 可是的話能當老師點過一次兩次 哎呀我就知道了 我要掌控好這個規律 你說我就是這麼笨 一個書呆子 老師這樣才能教我 我怎麼可能不在功呢 我這麼笨 我是沒有什麼負心的 因為我在單位上 我也是就是工作兩年 然後的話就接觸了案例 然後的話又來到阿康 你這個一年 然後人家說真的 我覺得真的 哎呀真的 尤其是真好 我想要是二十年才 我沒跟他老師 我今天不會送他 我會送每個 我能夠有些心情 我可能又會 韓傑林亞的 這個欺騎老師 也欺騎老師身邊的這些 他可能沒有嫌棄我 你沒聽蔡曉講嗎 他的心情到達了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記得老師曾經講過 有個夫婦講說 有個媽媽 在這裡 老師學 跳高 結果呢 他孩子進去 老師就把那個高度定在這裡 然後 那個媽媽就先講 老師我是認為啊 你是很有本事 聽人家講 你這麼有名 你應該不會讓蔡曉成年的 所以我才讓我小孩子來跟你學跳高 可是你沒有看到嗎 我的兒子的那個個子才那麼高 啊 為什麼那個 你的剛放的那麼高 你的剛放的那麼高 我的兒子怎麼會跳得高 結果老師不但不生氣 笑笑跟他講 是的 你要跳高 我要訓練你的兒子 心先跳過 你的心沒有跳過 你的高度一定跳過 所以我讓他 心先跳過 告訴自己 我要變成世界冠軍 我一定要跳過這個高度 我一定會跳 然後每天就會練 就會練 練到這個兒子跳過去 對不對 同樣的 老師為什麼說 今天來老師家這幾個 你們一定會做FC 而且會超越 超越 很快超越一般的FC 也會接下來超越現場的FC 但是按鍵就很難超越了 因為他心境一直很害怕 害怕老師現在的實力會做什麼 那一般人的學習是說 這個我都教過了 這是一點 老師也教過 你這個我也會講 所以他會覺得 既然我不在現場 但是今天 我一直在現場 有我們在現場 韓姐在現場 我可以叫他們錄音給我 所以我會怎麼幫助 你沒有來學生 絕對不會把錄影給他 你給他錄音 就是害死他 那譬如說 這些FC 除非你的磨難 你的韓姐更多 如果磨難不夠多 家裡很幸福 我就會覺得 家裡是一個溫柔的小 然後他在家裡非常舒服 老公聽我的 孩子聽我的 寶貝聽我的 這種FG也很快就會掉 他掉是有原因的 那韓傑呢 因為我現在已經 郭大哥也對得非常好了 然後身子也非常好了 我告訴你 韓傑也絕對停止 我這裡去看看韓傑 郭大哥後面才進來 讓郭大哥多少次上帝書 然後在那邊下雪天這麼冷 你看 韓傑給我看 郭大哥在那邊 看到以後他感動哭了 而這樣子的老公會來 他會不會鼓勵他 所以最愚蠢的女人 愛老公 把老公摔在自己的褲袋上 你不可以離開我 你不可以講 你看他老師對季老師 你順利的 我只要有閃著我就開始叫 對嗎 但是我今天如果沒有救了 季老師怎麼可能對我叫 你看看韓傑 韓傑 想盡辦法 辦法相信 讓他兒子找出來給每一個人 學習 我最佩服他的 不是他兒子跟我學 而是他 居然把他兒子去交給那個環劍學 環劍學上來是打死人的 然後呢 你看 如果是我 我做不到他家 環劍怎麼訓練 韓傑 把自己的西裝扣填掉 一瘋 誰講 我問你 他交給你 你會這樣嗎 交給你 你會這樣 你一定把他捅上田 環劍厲害 這個就是智慧 他只要講環劍這樣無恥 他會講訓練 然後他把他捅上田 再捅上田 這就是說 一個苦修 一個樂修 而且還要讓韓傑上來 要講師父怎麼幫助我 你看 你去 老師為什麼會成功 會成功 看你這麼細微末節 所以你們是瞞不過我的 懂不懂 你看 韓傑還有一點 我很感動 昨天 因為我喉嚨痛 老師不敢跟你們講話 是因為閃子痛 他講話又沒有閃子了 那老師呢 剛好還早起來是沒有水的 我趕快出來拿水 韓傑已經在這邊 做教育工作了 他在幹嘛 他一直在等 看老師什麼時候起床 然後我就覺得很慚愧 韓傑住在我家 你們住在我家 我都沒有教你們 所以但是呢 韓傑家 他們已經養成習慣 他們知道 老師睡飽飽的 老師要到十一二點才會起來 然後呢 他們這些也就知道 在十一二點之前幫你的工作做完 你們還沒有時間睡到我家 因為我已經世界第一了 我不是說不教你們 我是閃子 閃子太痛了 所以昨天 為了昨天晚上去 老師的敬業 躲在屋子裡一整天 連中餐晚餐都沒有吃 起來喝個高蛋白就走了 所以是養精室內 昨天晚上留我講得出來 老師的敬業 樂業 跟專業的精神 老師如果今天晚上有課 我今天不跟任何人接觸 因為我知道 我的能量就好像電話 我只能夠講八個小時 那我必須把這個能量留到 晚上有的八個小時 我要確定 寶貝 那你們有想到這些嗎 今天 因為你們在老師家這樣教你們 這樣才能講說成功是屬於準備好的人 那你們今天要聽老師講話 就像剛剛 輝輝跟他們上個FC 即將要來的 那你們上個要嚴格的互相檢討 要做到是否最好的領導人 要事先做出老師心中想要做的事 你未來教你的寶貝也會他事先做出你心中想要做的事 像我為什麼只讓他們來學 你自己都不會怎麼教你的下線 那如果他不需要 他就跟新人一樣 就恨不得抓一個人 老師你幫我教這個 會一直銷售這個人 那這個人來學 你們團隊一定都有這種能力 但是真正懂得厲害的關係 我自己先學 只有一張票 我自己先學 那如果沒有學的人 像譬如說 那天看到寶貝來 他就也不經過我許可 自己來送東西 就也沒有跟我講 就帶兩個人進來 然後沒有學的人 老師你幫我帶這個 老師我現在沒有時間 你幫我教這個 你已經輸了自己的動作 那你是一個榜樣的事業 學習也是從自己開始 做也是從自己開始 如果今天你不能做到榜樣 就沒辦法帶他們 你們說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所有FC都很愛老師 但老師愛你們更重要 不是說你對老師有多好 而是你學習有多專注 我就知道你們一定會期待 而不是在老師要教學的時間 你去做這個做那個 其實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做 你去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 在老師僅有這個時間教的時候 你去做別的 不是就錯過嗎 這樣你們聽懂了沒有 所以老師一旦從你的學習的心態就知道 就知道你的組織是上還是下 因為你們的業績都在老師的手上 你們都能夠透過按理公司 知道誰怎麼成長 誰怎麼幹 可是老師比你們一定更清楚 現在連那個 連那個安慕理 我也跟公司最高調 這些都是我的寶貝 在我身旁的人 你必須讓我知道他們的成長 要不然我就放棄對他的教學 讓他公司負責 不是我負責 我做到我該做的 寶貝你認同嗎 所以大家要知道 老師從開始就講講 誰把學習當地理就是你 誰把學習當做最重要就是最重要的 誰把學習當做享受 你一定會變成頂尖的人 所以今天如果你們把學習當做 只是為著成功學 而且你如果覺得把他當中 哇我跟老師學習是多麼的享受 你一定會起來的 而且任何事情的時候你都不會去做 你這樣抓住這次你的生命時間 這樣懂嗎 跟老師學習的時候是你的生命的時間 好現在最後一個就請你消消 其他人今天都沒有時間來 因為老師還是會幫你再講介紹 謝謝老師 老師我今天誤到的就是 定位決定了畢位 老師今天給我們更新的機會 老師說百年修的同船度 千年修的奉政典 萬年修的是事業員 我們都住在老師家裡 是萬萬年的修來的 就不只是萬年的 有我們做案例就已經 能不能跟老師一起做案例 就已經是萬年修來的 能在老師家跟隨著萬萬年的福氣 那跟隨 你今天講的幾個例子吧 那我就我就誤到 就是跟隨著什麼 我就教我自己的定位 一開始我跟老師的時候 就是索取的心態 我的定義就是我跟老師來學習的 和老師講的啥做了什麼 然後呢 看能不能有人帶過來 讓老師給講兩句 完全是個索取的心態 就跟老師的時候就 就是那種 站也放往哪站 坐也放往哪坐 手也放往哪放 因為完全是個索取的心態 那後來呢 因為跟一跟跟一跟 發現有些事情可以做 後來今天會有變化 當我只做事 我沒有關注跟老師學習 我沒有去想到 其實老師給我做事的機會 需要讓我有更多的機會 跟老師學 因為我的成功 才是對老師最好的回饋 但是當我沒有認識去學習的時候 只值付出的心態 我發現我又失去了經歷信心了 因為就只給了 只給了 只付出了 就發現就有些學習 就沒有那麼渴望 所以我就學到老師說 跟隨要會跟 會跟現在有會跟 想談截 我想談截就是 剛好把這個路拿給了剛好 不是我以前講 我說一個人成功要有會跟 人家都以為是活絕三年 有智慧的跟 但是當你有智慧跟之間之間 大家都覺得很難 我怎麼可能有會跟 我自己告訴你 我怎麼可能說 可以修到那麼高的境界 有會跟 我們都是歪歪列招 都是平凡的人 他愛的會跟 後來老師講了另外一句話 大家就 就換了蛋 這就你教學講得好不好 然後我馬上一本上寫 你要想就有會跟 不是不可能 而是你要做後面的兩個字 會不會跟的會 你要修得會跟 先學會怎麼會跟 跟誰 跟什麼時間 跟他在什麼時候講話 這個完了以後 你自然就變成會跟了 所以大家講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老師說成功 這個案例 市長是打出來的 領導人是定出來的 成功是跟隨出來的 然後你就知道 原來是這麼厲害 如果我不會再照解照給你 你也不覺得 所以你跟老師學習 如果心境很重要 如果你的心境說 哎呀我本來就睡覺 這麼晚才起來 哇我要跟著老師講 好痛苦 我也是一番之霸 我在家裡全家都聽我的 我的團隊都聽我的 我可以隨便指責別人拿 我就不用了 我來跟老師還要被你指責 還要被你點 我多痛苦啊 所以是這種的心態 讓你的這個學習 就不可能學得到東西 而學習就要像張良的天書 是不是那個老人 有智慧的老人 第一次約他 他第一次其實就是 他下了六點 他就六點到 他說他遲到 第二次跟 是他已經比正常的時間還找到了 結果那個老人居然還比他找到 所以又說他遲到 他就不甘心了 他就他就說 那這個制作也不指責他 第三次跟 比如說是 跟老師約好六點 他一夜不睡在那邊等 他準備好的心情在那邊等 所以老人一出現 哈哈大笑說 這次你對了 你準時了 為什麼準時 因為你成功的 你要跟你學習的老師 找到 而且是準心好的心情 來跟你才比較遲到 所以 比如說你今天 在這裡像韓傑就做到這樣 你看老師兩次起來 他十點鐘就已經起來 他也跟我一樣很晚睡 他知道老師睡時對你 外地他提早起來了 所以變成他每天都學到 但是今天你來老師家 比如說三天或是三十天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到位 不善到 會教學會講 會講我們要善到 我們要得配位 得不配位 你不可能成功 所以要懂得 怎麼講 我實際上都會忘記了一些誠 購得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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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要利得地公理 你都沒有做到 一直會去教育別人 可是有些人記得 人們不會聽你說什麼 人們不會再看你說什麼 所以韓傑就在講 早期人家訪問我 第一次 從萬未講過 去訪問我婆婆 我婆婆跟她講 我這個媳婦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去訪問我孩子 我孩子說 我們要生生世世做媽媽的孩子 然後訪問季老師 我這輩子做了兩件事 損對的行業不重要 我損對的老婆 我跟著她走我就找過 所以很多人的成功 不見得家人對你難以 很多人成功 不僅僅是學生對你難以 你懂不懂 所以我們 我就在講 損利成功是什麼 就是 損利的產品夠好了 損利的制度夠好了 最後一句話 你夠不夠好 這句話一定要聽進去 當年我就是聽 律師先生說 你夠不夠好 我就要求我自己要更好 你們理解嗎 所以昨天 胡志正在那邊講 修了一千年 今天才能夠在這裡 剛剛笑笑的上句話好棒 百年修得從舟 從船過 千年修得共在面 萬年修得共四月 萬萬年修得在老師身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始終都要抱著敬畏的心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老師做什麼 因為我知道 我沒有東西可以教罕見 他會隨時看不起我的 我也沒東西 因為牛巫也是做了四十分以上 他也會看不起我的 吳一姐也會看不起我的 他一定嘴巴說 我沒有我沒有 我不會聽你說有沒有 而是看你的態度有沒有 對吧 你的態度有 你不會跟我講任何的理由 你是做給我看 但是人往往 這時候又要講到一句話 不是他們沒有僵職 而是人不一定被教委 要不斷的被提醒 你提醒之後才想著 比如現在我們大家都會睡到十二點 一點起床 但是當你去開會的時候 那你公司一天一起開會 他們都會準時 對吧 可是老師現在訪問不一樣 我教你們 我睡飽了 我有傘子一定會講 可是公司開會 不是說我不開會 因為會議對我沒有任何的番組 我講話類似老百姓也會聽我 我對我的寶貝講究 老師他們是去 那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公司越來越知道我是誰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去公司開會 公司都知道 老師的時間 現在本來跟公司開會議 我昨天晚上去的 我會曾昨天晚上三雷一節課 我就知道 我不能跟公司開會 我三次講 雙人待會怎麼面對這些 我就叫會會 趕快打個電話給公司講 都是一級之外要幫我省錢 我說今天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這個稅務的事情 我可以往後演一下 所以對公司的那個 雖然公司你知道 這幾間公司 台灣公司 希望能夠給我錄個兩分鐘的 因為太久 台灣沒有看到我 希望 他公司透過我講 透過那個回味 可不可以請老師幫忙 我連回應都沒有 我說我現在人在中國 我又沒有聲音 我人在哪裡 聲音必須在哪裡 不是不錄 我真的沒有賞子可以錄 我說我今天要節省 他說對外都不講課 讓你說如果我可以講課 公司會不會請我講 我一個月也可以賺個一百萬 哪一個不希望請我講 你看潘軍都能賺六十萬 我至少也可以多賺一點 難怪韓傑也收不比我多 為什麼韓傑也比我多 把他業績拿出來 我對一下 我沒有說給他 為什麼我比他多 他說他有講課 他說他有課程 他不去專業 你們可以去講課嗎 早期有一陣子 劉勇也是這樣 很會講得很有道理 一二三 聲音又不雅 結果有一次 到了大師傅家去講 他還把這一群人 當著他在公司去講課的對象 因為一二三想要很有學問 我說不行 而且這個劉勇今天這樣講 我們這些寶貝都這麼遠來 交了這麼貴的費用 這一節課絕對不行 對他們沒有幫助 我說不行 我要把它這樣下來 他姐媽 老實不可以簽字 這樣劉勇也沒面子 我說小姐 劉勇的面子重要 還是我來到這邊幾千年 那些都重要 總反正這樣 所以他媽媽下來 我在親自接班來講 劉勇記得嗎 你看他老師在破例 我不會因為一個點 我把整個面費毀掉 但是我會很認真的執政這個點 這就是嚴師才能出面 出高度 但是老師也會這樣做 同樣的工作 如果說劉勇武藝案件 也同樣跟他們外面一張 這樣子 那沒關係 我就尊重他們 反正他們不會掉了 我說會在三組 我最不怕的 因為三組都有三個FC 他怎麼掉也會剩下一個鑽石 他怎麼掉 你等一下總有一個鑽石 他怎麼掉也許 正經你也可以穩住鑽石 是嗎 所以我最不怕的就是 理解 懂得沒有 我就政治的聽你們講 過去不敢對決他 結果他真的會對決 因為他兒子就出來 兒子聽我還不聽到 我帶一個兒子 你帶他輕鬆躲龍 是吧 所以你們知道了沒有 我為什麼培養你們三個 就是你們這三組都有三個FC 我不怕你死 那你們三個就是三隻雞 殺你們三隻來支來進這些鑽石 那另一方面又要讓你們三個鑽石 我就要培養很多迷你武器 讓他們超越 所以讓你們是一隻鑽石 如果說今天 我做的是吊 我帶你們三個以後 我做的是吊 就像真情形講我一句話 如果老師今天 只是單一個FC才做 那只是一個密集 或是一個奇跡 但是老師今天 是能跟著老師走的人 這麼多 越來越優秀的人出現 那就是一個軌跡 所以這是真情形講我 這句話就好 我們這樣懂了嗎 所以今天只許 要上了三個FC講法 其他人都不能講 那我本來請吳怡跟劉翁講 那因為他們剛剛來 那前面我們已經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的訓練了 所以老師不能超過 兩個半小時 本來都是兩個小時就好 因為他們兩個來 就多了半個小時 老師本來是集中訓練 兩個小時 現在老師不能再講 完了 我們可以做吃的了